當年拍戲我只知道這是古天駱 他是一個新人 我知道公司投資了很大的不值 捧這個新人 我覺得這個新人 或者他很疼他媽媽 他用一種敬老或者孝順的心態 他見我坐在外景車那裡 那一刻我們很冷 他只是拍拍戲走過來 波姐我開張椅子給你睡吧 他叫我坐 剛剛興那些導演椅子可以這樣睡 你睡吧 他說我見羽絨你蓋吧 要不然你睡在這裡會冷 他說我現在要埋位 一埋位我沒時間坐 他說不要浪費了一張椅子 就是這樣 結了一個這樣的圓 馮素波波姐由童星出生 入行超過70年 認識圈中人無數 但又說到特別有淵源的 一定是古天駱 神雕俠女是他們第一次合作 兩年之後他們再拍《美美天王》 一直到第二個戲 應該是《美美天王》 以前無線的收工 外景車要等很多人收工才離開 我便坐在那裡等 我收工了 古天駱說 你等什麼波姐 跟我車 我收工了 我載你 當時他開一輛新車 那些被子還有一股脫 我買了一輛新車 他說 是呀 波姐 他說 我就快離開TVB 我說為什麼 你做主角了 捱得這麼辛苦你走 他說 我有一個老闆看起我 他投資給我 給我拍電影 給我做導演 我用一個很懷疑的眼光 你拍了多少部電影 出去做導演 我是這樣問他 我說 一有人投資給你 你買新車 你不要這麼奢侈 要得老闆信任你最好 他說 我知道了 他說 我會好好的發展 他說我會用心思去學 在中環我下車 一路都沒什麼機會見 換著一些深高氣傲的人 可能已經不開心 但故事就虛心表示 明白波姐的提點 還承諾會好好發展 完全當波姐是一個良師益友 之後古天樂進軍電影界 還成為金像獎影帝 不過他跟波姐第三次合作 就要等到18年之後的 五個小孩的校長 有一天 就有一個製片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們有一個五個小孩的校長 有一個角色 想找你做兩天 他剛才做了楊千華的媽媽 我就不知道 隔壁左右有什麼人 就見到古天樂 來見他站在那裡 全組的人都說 古老闆 我就在想 古老闆 我不知道應該叫他什麼 後來他坐在我對面 他又沒有跟我笑 又沒有什麼 後來他這樣 怎樣 我應該 是不是叫你古老闆 還是叫你古先生 還是古仔 我爸爸有教過我 人在社會有不同的層次 就有不同的稱呼 他說 你以前叫我古仔 就是古仔 我怕你會覺得我大言不慘 我又不知道你今天的地位有去到哪裡 我走過來叫聲 古仔 或者全組的人會看著我 這個人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要太介意 波姐 你叫什麼就叫什麼 他們玩我的 不要叫我古老闆 要兒子 直到五個小孩的校長 首映那晚 波姐 過來過來 我就跟著他走 因為快點 不用逼人 我不知道他跟著 我跟著走 原來有攝影機 攝著他們走紅地支 他們直走 我當然不會跟著他們走 我就走歪了去 拿到我的兩張票 我便入場 擅長出來開個電話 那麼多留言 我便照電話按給他 原來古仔一直在打電話給我 你走了去哪裡 波姐 我們要記招 為何你沒有上台 我入場看電話 關電話 他說 你不知道我們有記招嗎 我不知道 我說 你來做什麼 我說你的製片 叫我來拿票入場看電話 我便入場 蛤 那些同事竟然這樣對你 不行 你不可以這樣 你留起我這個電話 你記住 你有什麼需要 你記得找我 哦 那我便記在心頭 就是這樣 才一個錯摸 拿到這個電話 後來他便說 我多給你一個電話 要買票 我便應付給他 不是應付 是短訊給他 因為我經常不在香港 他說我不一定接到電話 但是你寫的文字 我一定收到 每一次他收到我的短訊 他一定親自打電話給我 你想我做什麼 我沒什麼想 想你買些票 他說 他就買些票 買些票 不過我覺得他真的很尊重 或者很 好像六叔那樣 很注重這一行 很看這一行的人 那這個是 我很多謝他 我很多謝他 我告訴你 他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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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 他很可憐 他很可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